大家好 欢迎来到雅酌艺术的古董藏笛读书会 我们今天邀请到三位非常专业的人士 第一个是从我的左边开始介绍 蔡嘉芬教授 大家好我是蔡嘉芬 然后我们非常博学多文的古董藏笛 收藏家 收藏家许总章老师 大家好 然后还有游瑞琳教授 大家好 怎么会突然叫我教授 我们当然还是要先礼后兵 可是你没有说你是谁 我是 你为什么不是左燕秀呢 我不是左燕秀 对因为其实是左燕秀批了潘忠贤的外衣 我是潘忠贤 那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这边 因为其实我觉得只要是长笛老师 听到关于长笛的东西 然后长笛的知识应该都会非常兴奋 然后很想参与 因为除了知道这些了解这些东西之外 最重要的是因为你自己也吹 你也教学过 然后其实你有一些想法 然后再听 其实我们刚刚在开录前就已经有先 不能讲先 基本上我们讨论时间超过很久 但是大家都停不下来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是可以先走 好来请下 没有 我们今天主要讲的主题是 关于围管这件事情 那当然因为现在的长笛 我们大家目前看到的 大概就是B围管 或是C围管这样子 可是我们如果从历史的角度 从长笛发展历史来看的话 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围管 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来以后 除了看到现场的乐器 我们听到徐老师的讲解 然后自己的大开演戒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徐久仰老师 先大概介绍一下这些 长笛的这个围管的历史 OK 基本上我们在历史上看来的话 第一个是说在文艺复兴时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文艺复兴时代的长笛就比较像 我们中国的那个 一支 或者是直笛 或者是直笛 基本上它是一个直管 它没有尾巴 它是直接开启就好 所以到那个年代并没有尾巴的问题 那尾巴你一直是到了 大概是在巴洛克时代 巴洛克时代因为它们分解 第二个是因为 因为它做追行管 追行管的话 一方面说 它透过追行管 你不可能 像以前加工很简单 都是一样的直径 脑子通过去 事实上它有重大到小 所以这边比较小 事实上你要我这边加工是有困难的 所以它必须分解 分解后你加工再组装起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那时候比较进步讲究的时候 它们其实会 根据配重来配偿你 所以事实上它们 以前比较讲究的 四节的话 它材质是不一样的 它会对称 这两节会比较硬 中间比较柔 所以不是一根管子 这样切切切这样 是的 这让它们有挑破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需要中间软两边 这会影响效果 因为我们知道头重一点 它有利于发音 它质量大 然后尾巴它是有点认识你 因过去它需要它反应 就是我们要第一次的声音 是两边震动 所以 我会重一点点 中间它是握得会比较舒服 软一点 所以在从巴奥克以后 就比较有违管 然后我们知道 巴奥克年代后来到了古典时期 我们透过因为扮演需求 加了很多按键上去 那一样的乘起说 大概是这种 我们讲Occ system 透过音孔 然后加剑场跟扮演 然后到了我们讲 大概古典时期后期 它有更多的 加了到西纹 我们那时候一般叫A key A key以后 基本上你的扮演 一个场底的扮演 基本上这个年代 场底就算是比较完备 然后后来到了贝母的年代 贝母年代当然就是说 它透过设计 它尾管 那贝母的最开始尾管是西尾管 因为这是从A key是过来的 然后事实上 后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V尾 那是后来比较发展的 在历史上我们看的 其实尾管的发展 大概是透过这几个年代 我发展目前有一个尾管的形式 那现在问一下 各位老师 你们平常吹的是C尾还是V尾 那你们演奏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先讲嘛 好 我觉得初学啦 小时候就是会先是用西尾管 然后后来可能 第一个就是 其实你有时候学到曲子 偶尔会用到那个Lobby 然后你就 他写到B的时候 虽然很少很少 可是你就发现说 好像没有那个 买一支有Lobby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 吹锁的曲子 所以当你后来 开始在换场你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 我们价钱会往上等等的 你就会说那何不换一支 有Lobby的比较完整 就很少人大概是会挽回 就是说你有的选择的时候 当然它跟价钱有关 可是很少就是你有的选择的时候 你不是用Lobby 但是当然我有看过 有些老师是那种拆装式的 就是他也可以C跟Lobby 那应该是会更贵 就是有这种Option 我记得以前 像郭先生有做过 可以就是一截 可以拔掉换一个小 好像不止 对对对 很多牌子的很多品牌都是可以这样子做 1990年代 那个我记得是 豪胖威尔的专利 但是就是说 换 当我从C维管 换到B维管的时候 其实那整个场地的拿法 跟那个重心跟重量 是要重新学 没有错 对对对 那我听说音色发生 这些也都不一样 因为有些人还蛮坚持要C维管 因为他好像跟音响有关系 不过这个等一下 要等一下请徐大哥来 对对对对 来跟我们分析啦 那有老师呢 我其实C维管一直用到德国留学毕业完 那很久 对因为我那把POWER我一直用到 用到 你是因为没有换长笛 还是你就是有坚持要的 我因为没换长笛 问得好 找到点 找到点嘛 因为你换长笛的时候 通常大家就想说 对对对 而且我在德国我有问过 我教授说 我有点想换长笛 然后有没有什么机会 我教授就说 你都还没有练好 你干嘛要换长笛 蛮实在的 对 所以我就把那只POWER 一直吹到德国毕业的时候 然后回来的时候 一方面我有点在追求 那个在德国那时候学到的声音 所以那时候才又重新找了一把笛子 因为POWER那时候对我来讲 我觉得他还是太阳刚啦 我的感觉 个性上 对然后太太 sharp 太亮 太锐利这样子 然后所以我就一直在找着找 后来才换了一把B foot 这样子 就顺便换了一把B foot 也可以说是顺便 就是我也是想要 像蔡老师说的 就是我也想要试试看 这个B foot的吹法 所以我对这个过程 其实还蛮有印象的 那个从C foot 到B foot的转换 对 我自己的话是 当然一开始也都是从对C foot 因为一开始 初学的笛子门坎就没那个 那初学之后 在换笛子的时候 也是换B foot C foot 对因为其实没有什么 就是看老师嘛 那老师那时候也没有特别说要 那我去到当兵玩 当兵玩我要订乐器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哇我要订一个开孔 加一键 直列室 是各种高价 无调整螺丝 全套 全套 然后其实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对 当然这个可能也许我们等一下要讨论 但是我想听一下 学老师是要怎么样 其实我们在现在来讲 其实我们大概比较常看是C跟B 可是我等一下会传图片给大家看 事实上我那天有看到网上在卖 就是说它有四个尾巴 什么叫四个尾巴 一只长笛配四个尾巴 对 通常我看到是配两个尾巴 像这样我等一下这把 拆下就知道 事实上大概在 在一二十四季的后半期 有人就是为了吹 那叫什么文艺复兴跟 跟八分年代一期 他用低尾 也就是说他的尾巴 就只有一个 低尾就不用尾巴了啊 但是因为他的想法就是 以现在的笛子去配 回头去了 那当然我们说在当代 很多真的就是直接 不做尾巴之开动 跟Piclo一样 对啊 但是因为他是配的 选配 所以他比较港湖 一次配的四个尾巴 就是一个洞 可以多卖一个 一节 多卖三节 多卖三节 所以他的尾巴就是 第一个就是说 第一尾 就是一个开孔 然后后来 比较习惯的是多了一个 我们叫生锡 生锡尾 后面有两个洞 就是一个小键尾 然后再来就是 V跟C 现在比较常见 就是我们 大概近代可以看到这个选择 可是事实上 我们回到历史上去看说 在贝母底出现之前 事实上那个年代的人有时候更长 就有着或者说是实验精神跟需求吧 他们甚至在A-Key 里面再做到G 做到G 这个就像说我们等一下会 A-Key是指八件 八件是 八件然后透过加Key 的地方 把尾巴做到G尾 你可以说它下去会多多少尾巴 那尾巴不就很长 很长很长 然后当然它做得很长以后 像这个图片我们等一下可以 录上去看 六个 六个键嘛 对 然后它做得长以外 后来呢 他们的改良版就是把尾巴 甚至用木头弯过来 哦 弯尾管 这概念也还不错 我们都只弯头 太长是不是 对 太长了 弯尾来 可是你其实有讲到尾巴是 它是有点反应 要再反射回去嘛 对对对 它就这样不是很影响到那个发生 你可以想象 你的头发可以这样做 尾巴它也可以这样做 哦 一样是它的气度的共振 然后我认为说它这样设置 最好处是说 两边都做就像金牛角 它这样的效果我认为说 它还有就是尾巴的共振会更多 因为你如果只是往后去不好振 可是你一旦在这里 做完以后 它可以一起振动 对 空间会比较好 其实讲到这个 刚刚学校有讲说已经有到去 就是在快要二十四季内之下 我记得我以前 应该是研究所那时候 我们在吹马乐的交响曲 是 然后我就看到长笛 写到下加两线 然后我就那时候就觉得说 马乐是不是唱 那个程度有点 哈哈哈哈 没有学 对就是我误会它了 其实表示其实那个时候的长笛 是有可能吹到下面的 因为你知道马乐喜欢吹很低 很厚重的东西 对 所以说长笛觉得说这些 我们吹这些音到底在管车乐团谁要听到我们 可是它就是会有一大堆非常低音的 从第一步到第四 它都有四把大概就是四把长笛 对 对那它那个还是会写到那个low A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怀疑 因为我们的笛子根本是不可能 始于现在的 low B 怎么转转转都不会到最大 很难吹 好净 对那你就要吹出来了 其他人一演奏出来 你也是千公斤 对啊 对对对对对 所以原来是不是乱写 好那个年代的话 因为他们凹地的很好 我们德奥德奥地区 所以你讲那个事实上是维延奥地区的笛子 然后比较特别是它做的是追行管 那我们知道 你是说到G的那个是追行管的 是尾巴比较小的 嗯哼 哦 对在这里 然后做到G这样 到G 哦所以那时候的乐器的确是可以 可以符合那些做家的想象 对 架架两线 他们可能也是有这个乐器 所以他就这样写 他就写了 是的 所以有时候也许是说 他写了说 制造商为了解决去做 或者说先做 还有这个我不得而知 是一个有趣的 对到底是谁先 所以这个乐器现在还有长得到 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目前市面上看不到 就是在博物馆里面 哦 所以博物馆有收藏 有有有 看到实体 可以看得到 这都是从博物馆拍摄 这个真的不晓得没有乐器制造商 愿意来做一下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我据我所知好像有做到A的 在这边 好像也对有A一点 有到A的 OK 到A吗 到A 到A 对 到A OK 到A 到A 果然是理工科的 都要 都要 一切数据都要清楚 不是七个 声 到 到 还有唱 现在 没有没有关系 那个潘老师 我们五个 我们四个孔已经是B嘛 然后再加个全加两个 就是六个 到A 到A 对 到 到 对 对 只是现在用A的话 他们大部分反映就是 哦 是 非常非常远 对 因为他头管并没有去 因为这件事情做 去配重 对你刚刚讲的配重 你可以解释一下 配重 很重要吗 呃 配重的话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拿乐器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想到的配重是说 我们拿的平衡感 譬如说我们知道场底是拿下来后 是他左右平衡 嗯 包括我们这支是不像正常的 对对对对 我偏一边的 对对对对 所以配重很重要 有时候就是 我们讲人体工学上 你拿的舒服服就很重要 是 那这里面配重可以透过头 或者尾巴来推 哦 那相对的在这个尾管的方式说 我们讲目前的尾管 这样的设计 好事是说 我们场底可以拆得容易携带 可是在目前场底的这个设计上 事实上 我们为了做尾管 事实上我们现在 一些场底的这个尾巴擦以后 事实上这个低的音孔 嗯 事实上是比我们正常的 音种位置会偏低一点点 你疑 就是为了要趴 对对 因而要做这一段的关系 要做那一个结缓的 很重一点的地方 对 所以一般的场底的这个地方 会比较 这个音会偏低 所以我觉得锐很难吹 其实是正常的 还有酱米也是 我们都吹不高 吹不亮 应该说 有一款音都不好吹 是 这是第一个 对 其实下面的都不是很好控制 所以跟有没有一起澄清是有关的 就是内量 有差 那第二说 因为一般这个天尼尔这个我们讲接环比较小 它的传导震动上容易在这里产生物理性的 传耗 对对 传耗 所以 所以说一滴会不好吹 是觉得我们要 好像要用更多的内力 然后把它揣过去这样子 是是是 没错 然后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在以前的笛子 我们就在我们看到这些古董笛里面 其实对这个做一些改进 哦 第一个的话 我们比较常见的说 我要不要给人家打开 拆开让人看一下 这把是比较特别的 说在 这把大概是 一 19 10年代的德国的笛子 它是本来是做那种木头笛追行馆的 然后后来开始改做 因为游行费物 也开始改做 嗯嗯嗯嗯 他们做的比较特别一点 哎呀 他自己也 对这边有个动作 感觉上好像没收尾的 对 这边有个孔 不知道看到 对对对 然后为了要对应到这一个 这一个音孔 因为他这个原理是说 希望 加长这个天尼尔的过度 就像巧 你接的比较多 你接动的比较好 俩的比较强确 他但是你接多了要为了开这个 让它的音孔 发过 chlorophyll 所以用来外 specially开孔 嗯嗯嗯 。 所以它是这样子 所以是延长了 我们那 那个 延长在八里 对 箱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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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这个阴孔可以在比较好的位置上 然后到这边 所以就没有凸到这里了 所以它的街头市场就是这么长 跟我们水头上不够长 它造成这两地方的一个过渡会比较好一点 在震动场在设计场上改善 这个我觉得可以给现在的一些制造商 可以在这地方做的改静 再想一下 再想一下 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因为的确 的确我们老师们都知道 你每次接那个地方 好像吹起来就会觉得 对 啪啪 然后会觉得声音好像有一点 没有那么连贯上去 那音阵也是一个问题 的确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 我们以前是怎样 我们逆来顺手 就是我们就以为说 这事其实就很正常 就练 就练嘛 就练嘛 就硬练 突然想到 就原来是我们是 其实没有那么辛苦 对啊 为什么啊 我给你 对对对对 为什么我们要受这么酷 我觉得是我们以前真的不知道 这些东西也可以调整 我们超起来的 我记得我以前最早是按那个 就是这个最低的多的时候 其实每次 对每次然后这里 按这个滚轮的时候 其实声斗剑都会漏气 哦 那可是会漏 因为那个东西问题 感觉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对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 没有保养好 没有对啊 因为那时候小说的时候不知道啊 然后就觉得说是我的问题啊 所以每次都按很用力这样子 可是后来发现 那这小指就坏掉 拿去给济师 济师我帮你调好 然后就哦 这样就好了 就好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 其实是我们根本不晓得 我们没有被教过 教育 对所以刚刚那个我是觉得 对哦 为什么 对我觉得我们学习的过程 常常不知道是 是自己技术还没到 还是乐器 乐器其实它有它的坎 对对对对 其实我比较幸运是 我后来说古董 我会慢慢发现这个问题 很多其实 现在很多学习问题 在乐器上去解决 对就做很多反应 其实你刚刚讲 那么多古董底 你会发现古董的时候 可能他们还在实验 所以他们就一直在创 创造跟改革 然后还有可能 那时候量都比较小 就在看传奇 你会发现什么 就在这一种 会发现我